大家好 又是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的节目时间 我是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还有就是来自马来西亚KL的戴马sir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台《芒向正向》 浪费冷气、分享、点赞和订阅 现在大家知道很多人说自己正常人 以正常人之名 走一些很不正常的行为 所以希望真正的正常人 都是点赞、分享、订阅我们的频道 多谢大家 今次节目我们主要讲一些硬的数据 其实大家知道 大家觉得幸福是什么 有人就说幸福是用钱买不到的 但事实正是一件事 金钱某个程度上都可以帮你赶走不快乐 嗯 其实根据一个平台叫金钱与投资教育 叫Expensit的研究 在发达国家当中 就说了有十个国家所谓的幸福感是很贵的 在澳洲究竟赚多少钱呢 才可以令到不快乐的心情离你远一点呢 五位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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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财富令到澳洲成为世界上所谓购买幸福成本第二高的国家 全世界最贵的国家或者地区 是来自一个英属的领地 大家有没有听过白武达 神秘三国洲 有 最贵的就是白武达 白武达其实说真的 别人就常说什么神秘三国洲 其实他就是一个英国的海外领地 美洲大陆大概900多公里 他以什么出名呢 就是这个富人避税的天堂 以及一些金融之类的东西 是挺出名的 其实白武达就有这个发达的国际商业经 就是体系的 亦都是不少 外国公司的离岸金融中心 亦都是保险和各项金融服务的 金融输出点 旅游业 亦都是 带来了很多收入的 说回 白武达这个地方 就是 要感觉到自己的幸福 这个幸福感要多贵呢 贵澳洲 都要贵澳洲 一万多澳币 就是十八万五千七百三十八元澳币 大家想想 澳币和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差不多 戴马Sir 其实十八万多新币属于 高身 是新加坡 我觉得还可以吧 可以了 高就 还可以再高 因为新加坡和香港都很相似 有些做金融的人 真的赚多少钱 据我所知 我认识朋友 还有新加坡 他有一件事好的就是 我觉得新加坡的人 平均价值水平 比香港高 感觉上 白武达是世界上生活成本最高的国家 幸福成本 同样是 高居首位 说回 比较低廉的 所谓 可以购买到幸福感的 国家是什么呢 就是 南美洲小国 苏里南 苏里南 曾经 在荷兰籍民地 我们也有网友在那里 苏里南 购买幸福的成本是最低的 大概就是 6799元澳币就可以 买到了 苏里南 平均收入多少呢 年收入 就是5500元澳币 都挺 很低的 都挺低的 那 说回 美国 培道大学最初 都进行了一份研究 发现 在美国 幸福的价格 大概是 13.55万澳币 其实都低于澳洲 根据世界银行 和当地生活成本 得出的 购买力比率 就计算出世界上 每个国家 所谓的 幸福价格 澳洲和纽西兰的 幸福价格 都是高达 都是要 六位数 在更远的新加坡 居然新加坡 便宜一些 新加坡 只是需要 59,416元澳币 就可以 给人带来了幸福 这个也是很多澳洲人 移民新加坡 或者 乔居新加坡原因 因为新加坡为什么会这样呢? 大马上 因为他们的祖屋 你知道祖屋 事实上是救了很多人 令到很多人 一够钱 就可以存储 是吗? 是的 世界第3大 买到幸福的 国家 第3季 第3昂季 以色列 大约168,324元澳币 物资很艰难运送 你去哪里? 以色列 以色列 应该是 还有 你知他有时候 那个地区 不是那么和平 有时候 所以 那些钱 人们就会 觉得 安全一些 第4 亦是一个很富裕的国家 就是瑞士 如果你要买到幸福感 大概年薪是166,411元澳币 纽西兰 和瑞士都差了 没多少 年薪要166,249元澳币才会感到幸福 挪威 便宜点 147,280元澳币 丹麦 就是 140,828元澳币 越来越高 不是 是低了 是低了 14万多 居然 亚洲区 买到幸福 最高昂的国家 就是年薪 就是日本 为什么这样呢? 专家就说 因为日本 它 小子化 就是 出生率又比较低 以及 就是 经过了这么多年经济的 不稳定 或者不好 所以大家觉得年薪也比较高 你想想新加坡 6万澳币不用就觉得幸福 但是日本 多些钱开心 它就要138,793澳币 才觉得幸福是有感的 紧跟其后就是冰岛 冰岛 是138,489澳币 第十名 幸福感最昂贵的国家 第十名 就是黎智 超级大国 美国 哦 就是135,456澳币 就可以买到所谓的幸福 不如这么说 幸福这些东西 是很难定义的 有人就说 幸福就是 饿了时 可以吃到 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那就幸福了 看你喜欢吃的东西 穿件衣服 是的 如果你是 每次都要大鱼大肉 那就自不然是高一点的 你吃一些chip又很难觉得开心 那就自不然是高一点的 你对了 刚才只是用纯金钱 就是这个年薪 来定义幸福 我觉得不是很全面的 但是幸福从来都没有固定答案 不过联合国也有发布 全球幸福指数 最新的一份 我们也讲一讲 这份报告其实是基于教育健康 环境管理时间 和文化多样性包容性 社区活力 耐心幸福感 和生活水平 来界定 在每个大领域之下 又有三到四个分项 比如教育领域下面 就有读写能力 学历 知识 和价值观 等等 总共33个分项 而不是全部用财富决定 其实这样应该是 全面一点 这套标准 会计算 世界各地公民 预期的寿命 还有对生活的满足度 也都考虑 各地人 平均 消耗资源 和能源 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程度越高 排名也越低 我们看看 2020年最新 是哪里 最新的国家 幸福指数最高的 是来自北欧的芬兰 当然 刚才说的指数 还有其他 就是收入 和自由 和所谓的社会支持 健康和寿命 最不幸福的国家 就是南苏丹 这个也很正常的 因为 大家知道内战 造成40万人 就没有了 60%的人 面临食物短缺 其他 饱手内战 或者 叫做战火 摧残的地方 好像 亚门 亚富汗 中非共和国 也是排得比较厚的 说回 亚洲地区 幸福指数最高的 大家看看 对不对 最高的就是 阿拉伯 联合油长国 阿联邮就排21 也很合理的 油商 钱是跌下来的 第二 就是中国台湾 25 也正常的 小确幸 他们 南部的人 就单纯一点 新加坡 排34 泰国 排58 中国香港 排76 中国内地 中国内地 排93 那说回 全球幸福 指数排名前10 在哪里 第1 芬兰 第2 丹麦 第3 挪威 第4 就是 冰岛 都是来自北欧的 前四位 来自 西欧的荷兰 排第5 来自中欧的瑞士 排第6 都是来自北欧的瑞典 排第7 大洋洲的纽西兰 排第8 加拿大 来自北美加拿大 排第9 来自中欧的 奥地利 就排第10 看一看 澳洲这个就比较排得厚一点 看一看 不是 澳洲原来排第11 OK 都很多 不过这些都不是准确的 其实 这些也不算很准确的 在人民生活有感才有准确一点 我觉得就是 最多厚的那些 刚才也说的 南苏丹 就是最厚了 那些没算 占占太多 这些国家是比较 差一点 对事实的 马来西亚排第80 大马尔 也很低 低香港一点 那 因为马来西亚又是 怎么说呢 族裔太多 可能有些 觉得生活不如意 是吧 所以很难说的 这些都是 仅供参考的 我觉得 这些幸福 硬指标是有些是会有的 比如就是 所谓叫 收入 还有就是 住屋 居住的环境 但是 当然 有时候都是一些 远指标就是你的政府做得好 令到你觉得有改善 就是所谓人民生活有感 也是一个指标 所以 这些指标 我觉得是不绝对的 这些排名不是绝对的 最重要是自己 做好自己 过好自己的日子 才是最实在的 我就是这样觉得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